四乘一百公尺接力的决賽當中 看起來 雅韻培訓隊的第一棒 还是摆出了魏毅庆 昨天在预赛当中 雅韻培訓隊的四个棒次 魏毅庆 杨俊翰 郑伯宇 王伟旭 杨俊翰是排在第二棒 今天看起来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 雅班人嘛 所以需要啦 需要重场合 在练习他们的这一棒默契 是 排位益当第一棒 杨俊翰当第二棒 第三棒应该是郑伯宇 第四棒是王伟旭 我们先添一下现场的倒次介绍 我們帶你男子的四乘一百公尺 第一棒是最后第一棒去的 第三棒是第一棒 第一棒了 第五道 中國 香港 Land 5 Team Hong Kong China 四道 亞運培訓隊 Land 4 Team Chinese Taipei 三道 泰國 Land 3 Team Thailand 二道 台北市 Land 2 Team Taipei City 一道 竹式田徑委員會 Land 1 新竹 Athletics Federation 大規紀錄是由香港隊所保持的38秒47 焦點隊伍就是第四道的 我們的亞運培訓隊 備戰2018年的亞加達亞運 今天第一棒同樣是由魏依慶來擔任 在預賽部分 培訓隊跑出39秒31的成績 大會紀錄38秒47 槍翔比賽開始 亞運培訓隊在第四道 男子四成一百公尺建立決賽 現在交放給楊俊翰 台灣最速難 他的衝刺速度相當地快 亞運培訓隊現在要超車了 超到了第一的位置 彎道再做一個交放 現在亞運培訓隊跑在第一名 中國相當地 繼續保持領先 亞運培訓隊 通過了終點 成績39秒30 男子四成一百公尺接力的決賽 就是由我們台灣的亞運培訓隊拿下了金牌 今天第四棒 是由陳嘉勳來擔任 最終的成績是39秒30 在男子四成一百公尺接力的項目 亞運培訓隊拿下了金牌